救難人員在救護車上 趕緊幫駕駛施做CPR 但躺在車上的男子卻動也不動 原來他早就已經失去生命跡象 這名死亡的純性駕駛 40歲經過搶救後仍然宣告不治 但從現場狀況可以看到 駕駛座並沒有遭到擠壓的痕跡 司機也沒有明顯外傷 而且現場山路又大又直 初步研判疑似是開車時 身體不適發生心肌梗塞 才會讓他失控 撞上民宅 負責路團的旅行社強調 駕駛沒有過勞問題 也沒有想到出團第二天 就會發生這種事情 事前也不知道 他是否有心臟疾病 這次的大陸吉林團 來臺八天七日遊 將會前往野柳風景區 日月潭風景區 阿里山森林遊樂區 墾丁國家公園等等 意外當天才到第二天 但陸科還是會繼續 接下來的行程 旅行社也無奈說 一切都是突發狀況 將會全力配合調查 接著 朱定榮 李宇慧 基隆報導 新幹衛星 被救了 北京 新幹 由 楊